他跟我說了一句話 哭了 沒有哭 他回答我 他說 阿升其實 我們都是賺錢的 那時候我還要斬釘截鐵 我說我不是的 我不是想賺錢的 我想大家一起開心拍攝的 他被甚麼反應 他心想是 他沒有甚麼怎麼說 即是他沒有甚麼反應 即是你覺得他變了質 其實我不可以說變質 我應該說是 其實每個人到某個年紀都實際了 因為到我二十六的時候他剛剛三十 那之後就沒有聯絡了 沒有甚麼聯絡 即是聊天也沒有 你們之後有很多活動 沒有了 為甚麼呢 因為你覺得大家都不適合 大家都不適合 不是不適合的 是我選擇離開的 我選擇離開那個圈子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轉型打機 我選擇離開 我又不想求求你 我想進來 我覺得自己可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但去到二十六歲 我去到三十歲的時候 我不是後悔的 但我有想過 如果二十六歲 我不是這樣的心態的時候 我會是怎樣 因為我覺得去到現在 很難不面對現實 就是很多事都是錢 無論你的生活 無論你想建立家庭也好 無論你想建立團隊也好 你全部都是錢 那你是否真的想告訴別人 現在其實 由零開始 沒有團隊 沒有任何人幫助 不像你以前那樣 我拿一部手機去拍 就等於 在YouTube上 我賺不到錢 不用想 就是勸一些新一代 你不要想了 如果你沒有團隊 沒有器材 沒有朋友 你不要想了 就是不要覺得 YouTube一定賺到很多錢 其實都不用我 去說這些話 因為我之前 我也有去很多 school tour 去分享 我那時候 還是有個理想的心態 就是我跟一些 學生說 大家要找到自己的興趣 我覺得拍是可以的 如果你喜歡彈琴 你可以拍一些video 是給彈琴 你喜歡打球 你可以教別人 從101開始 去拍拍拍拍拍 接著去射籃的技巧 我覺得可以 因為你的興趣 去拍video 去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這件事很好 你沒有錢都很好 甚至乎很多 甚至乎現在的健身教練 都會自己拍影片 去宣傳自己的健身 我覺得這些都很好 但如果你說 好像我們以前那樣 你只是想做YouTuber 其實我覺得 不用我說 現在的小朋友 拍了幾條他們就不拍了 因為我現在都知道 即是Kenny那些呢 那些就很另類 你沒得這麼說 那些簡直是流馬車那些 他出來了 是呀 那些人說他很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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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不是一般人看下去 他是有想法的 但其實我沒有正式跟他交手 因為我都很保護自己 我很怕這種人 其實你一跟他合作 你便很麻煩 其實一直以來都有這些人出現 不只是流馬車 YouTube的環境也有 現在是Kenny Kenny大戰流馬車 我也想看 我也想看 加上Ken Kenny大戰 不要搞Ken 怎樣玩你 那件事是 來搞事 來你的頻道搞事 來我的活動 我當時有個活動 有很多女粉絲 女粉絲多還是男粉絲多 你多不多女粉絲 多的 現在不是小朋友 有沒有跟他們 發生過一些 你說什麼 一些曖昧的事 會不會有人發出 其實我喜歡你很好的 你說你在最高峰 現在還有沒有 不如這麼說 老實 紅的時候 真的有很多 艷遇的機會 分不分兩 有沒有把握到艷遇的機會 我當時比較保守 我想循規到舉 現在呢 現在的想法不同了 有的 但是那時候 有些YouTuber是出事的 可能拍照 閃卡流出 或者追求女生 對話被人 不如我們 我知道 這裏我們三個裏面 最靚仔的 一定不是我們兩個 是 不如說說你 有意 你由歌手 到演習見一身 會不會多女生 又英俊 又 我覺得比想像中 不算多 不算多 你自己看不上眼 可能我未必看得出來 會不會有 導演 我想拍一部電影 會不會有這些 反而有戲 很少人會這樣說 沒有的 如果人們坦白地說 這些話 都是一個挺奇怪的 你也怕 唱棋 即是朋友遇到的人 對 以前我經常和你唱棋 也有很多女生 我不如覺得 我們做這行 然後出去唱棋 或者和朋友玩 別人做其他行業 他們是很 有興趣 想聽聽你 這麼有趣的 或是想追求你 但聽聽聽 就好像覺得大家 其實價值觀 不是算過分 所以 都不會繼續談下去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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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聊得來的 你也有匪文 每次 都是 行內的人 才會我和他聊得來 跟女主角都有些匪文 因為我個人很悶 我永遠都在說 拍攝 類似這些 所以就嚇走了那些女生 是的 我亦可能 不太認識他們其他行業的人 所以便是 共鳴上比較低 所以你比較簡宅 不是沒有的 我不會把握 大家認識不到 可以上一個同步的人 大家可以幫到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其實做同類型的事 都很重要的 就好像你這樣 你都會找同類型的 同行業的人 去拍拖 不是 那段時間是想的 但我現在 現在就覺得 心態不轉了 反而喜歡圈外 就是YouTube圈外的人 我現在的價值觀是 傾向找圈外 但真的很難找 因為我現在 仍是一個 比較自由工作的時間 如果你說找一些 正常 朝九萬五的人 其實你很難相處 這就是問題 現實上 如果人們知道 我們做這件事 還要是自由工作者 他們立即會質疑 現實問題 你怎樣去養自己 什麼時候買樓 有沒有車開 香港男朋友 經常遇到一些問題 當然 絕對 我們三個 都算是叫做製作人 遇過不少 所以這件事 對於他們來說 是一件很不吸引的事 他們會覺得你 挺有趣 挺有興趣 想了解你做什麼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的人氣 去到某個位置 是OK的 他們都會好奇 那些就無謂 如果因為你的人氣 而想 埋你身 那些其實是 但那些是一個機會 他們因為你的人氣 他埋你身 他之後再認識你的人 起碼有個機會 即是有桃花 但是 我也經歷過 我們有個朋友 好像最近有桃花 是嗎 是 因為拍YouTube 好像有桃花 是誰 不知道 那你說來做什麼 我經常都是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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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都是有桃花 因為是一個YouTuber的關係 但有桃花還有桃花 你開始做了 當你拍了半年左右 那些現實上的問題 就會發起 無論你幾有人氣都好 其實有人氣 但賺不到錢 其實那件事 他都會說 你會有人氣 他都會覺得你是垃圾 那樣 當他覺得你是垃圾 他就會出去偷吃 很多時候 那個循環就是不斷地循環 我明白 我明白 絕對明白 不然不會拍男人的浪漫 香港成功的男人的人 要是醫生 要是律師 要是做金融 一些職業是他 知道你已經有一個 怎樣也有穩定生活 就算他其實不知道你做什麼 我是律師 或者我是做金融的 就算我完全沒有工作 我做到一個很廢的律師 他都不會理這個 但你說一個自由工作者 是一個幕前的人 演員 歌手 他真的會看出 你好像這期有些什麼 這期有些什麼 他就會去 這樣去評論你 你好像這期沒有什麼 是否賺不到錢 賺不到錢 賺不到我 但你也有忠實支持者 很瘋狂 支持者 支持者是另外的 支持者 支持者是比較像 一些朋友的類別 你拍拖 你不可以這樣撈亂 即是不可以 你的堅持 但有些藝人 他都會把持住 就會和你 幾個而已 他都是 你看來看 他都有那幾個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 你的生活上 跟一個正常 有個正常社交 或者愛情路上舒服一點 做Youtuber 你要有副業 你可能真的 自己有些投資 你自己可能 有些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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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比較容易 保持維繫那段感情 你現在的方向呢 會不會因為需要 追求女 而真是 絕對要 找一個副業 支持到這個 其實我現在 自己 建立了一間公司 就是去幫不同的公司 去建立他們自己的 video content 他們 一個比較合理的價錢 去拍片 因為我發現 很多公司 他們 就算請人也好 他們不懂 教那個人 去拍一些 youtube的language 即比較快 節奏很明快 有些彈字 他們不太懂 我就 請一個人的價錢 我們去一個專業團隊 去幫他們做 即是一個專業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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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個專業服務 現在 其實搞了大概九個月 暫時上託奶是ok的 即是客人的經驗 都慢慢存 這樣說的女生就ok 感覺上很踏實 感覺上很踏實 這樣很爆女 你現在說一說一說就純熟了 你現在出了街 你現在出了街 我其實幫很多公司做個收藏 是 是 應該就ok了 現在的路線幾好 會等你的 會清晰了 因為我不停想 我最confused的時間 是我身為youtuber 我究竟是甚麼定位 我不知道 我lost了 我拍甚麼 我真的吃辣 又不是 我又不是吃辣 你是放腐界的KOL 等等 我拍youtube的時候 你別搗他米 我剛才說到 對來偷到女 你說他放腐界 他前段 現在他積極了 我拍youtube的時候 youtube video 我很少放腐 在中間那段時間 就被這個女生搞到這樣 之後就開始 我記得那段時間 整天都說 今天節日又沒有女 整班一齊 又說自己沒有女 自己一個 那現在有沒有 那個女人之後 都沒有 你出去找 我很少玩 未選定 很多觀眾 或者以前的小粉絲 有時 真的認識了做朋友 他們都會覺得 其實阿星你和鏡頭前 真的很不同 他們以為我是一個playboy 你又是小粉絲出發 你梳索不再多一點 走不了 朋友的朋友都不一樣 他是偶像的包袱 對 很難他們會覺得我是好玩得的 但是認識了我的人就是 很瘋的 很認真的 這麼正經 這麼正經 這麼認真的 他們都會 太認真的 認真的 對 他覺得你男人不壞 沒錯 女人不愛 沒錯 他本身以為你 可以玩得 但我可以到處去玩 到處見識 到處去 吃辣 吃到辣到癡 然後 誰知道原來你這傢伙 不去 不是拍攝的時候 沒有題材 不做 在家裡 不去看電影 外面看電影 你瘋了沒有 你瘋了五分鐘 他好像在說自己 不要生氣 大家做這一行 大家都會有一個 大家共通的地方 就是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好像生活上很精彩 會遇到有明星 又拍攝 但其實到真的 我們不做事 其實真的想留在家裡 不想說 出去外面有這麼多人 總之一多人 我們就會覺得 不如留在家裡舒舒服服 很多幕前 我不知道你會否認識很多朋友 他們後期或者某段時間 他們有社交恐懼症 都會的 有嚴重或者不嚴重 很多到我這個年紀 我以前 可能二十多歲的時候 都很喜歡 我認識到很多新朋友 去哪裏有得玩 不如一起玩 一起喝酒 去這裡 很厲害的 以前喝酒 出來 每次都三十人 四十人 私人房 我是一個很盡興的人 但如果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身邊的人都會開始 留在家裡多一點 要生兒子就生兒子 是 私人生活 你身邊的朋友 自然會告訴你 我現在應該要怎樣 我身體都搞不定 原來可以經常出去玩 心態 你覺得開始有些 因為你現在出去玩 你不是每個人都 差不多一年多 很多都很年輕 而且感覺上 憑人 那便好 但你投入不了 跟他們玩的 你是前輩 走出來就是 其實男生不是很喜歡 跟很小的女生 你想有些營養 我不知道 我最近聽過 那個YouTuber 他好像很開心 他不是做律師 他幾歲 跟他聊天 分享 他又覺得挺有趣 那些不是嚴語 有個女生跟你聊天 其實不代表什麼 但會好像男女朋友 有什麼關係 會想念你 早上晚上 你這些 每個人都可能會 碰到一些緣分 都會這樣 但是 年輕女才會做到這些 你不覺得嗎 年輕女才會有 那麼sweet 其實現在就 focus在女生 未到去做事 不要說 現在我們可能 做了那麼多年 情路上 也可能遇過很多 有好有不好的地方 但到你現在這個年紀 有時候有一些 衝擊 你不會覺得很sweet 我最近想了一個金句 他不是 我最近想了一個金句 就是 講愛情 就是 那句話可能是一個讀法 我也想找一個 和我差不多年紀的伴侶 對著鏡頭 對著哪一部 我打翻心心 對 這部 這部 來來來來 但其實去到 這麼一年紀的對象 他們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而不會去 那麼 坦開心非 那麼理想 是的 我一天找一些很小 你還可以玩的 女性對象 但如果你找一些同年紀 其實他們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那件事 因為你的年紀 都是33 你找回同年紀33個女生 其實她要的東西 已經是第二年紀 她不是一個小女生 是金句 我要找回 類似這段 就是你那些心靈雞湯 不是我自己想的 就是 我想找一些差不多年紀的 但是 其實他們都 其實現在很難的 你越大就越難 難得越大 你找不到同年紀 因為同年紀要的東西 可能 她是不是 就是要結婚呢 是不是現在 大家準備好結婚呢 但是你找20歲出頭那些 你又未必有Energy 做人不要這麼極端 可以這樣20多歲 再找40多 不是20歲出頭的 未到30歲好嗎 OK 20中 20中 20頭那些 像不像刺激 我未試過 我覺得你這個年紀 都不是沉頭刺激 不是沉頭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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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頭那些 不知道像不像 你試一下 她現在還很想 有沒有一些20頭的人 沒有 因為每個人都當我是叔叔 現在是叔叔 你這麼年輕 高哥行為我 很年輕 多謝你 我當我是叔叔 覺得我是前輩 那種不是有一種愛 是有一種 愛要做的 大叔的愛 不是 有一種是覺得 你之前經歷過很多事情 她又想學習 但她不是仰慕你 她只是想聽你的故事 我覺得 對一個比較小年紀的女生 遇到一個大年紀一點的男生 是純粹會覺得 她相信你 會有這麼上下的經驗 去處理到她的問題 因為 女生其實很講 她信不信你 譬如同年紀的 但她覺得你很笨 其實你整個關係都不會好 她只會不斷質疑你所有的決定 所以我們其實 找回同年紀 我們二十多歲的時候 找回二十多歲的女生 那個女生就會不斷覺得 你所有的決定都是錯的 就會質疑你太幼稚 或不太幼稚 對 因為她有自己的想法 但如果你找回二十多歲 你現在已經三十多歲的時候 她沒有那麼快去做那個質疑 她未知 可能她會覺得 我還小 你這麼大 應該是你對的 她怎麼覺得 應該是你對的 所以她沒有了那個 在上面看下來的感覺 所以相處上 可能會沒有了以前那種 為何一個女朋友 好像做什麼都覺得我錯的 那種感覺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當然了 你經歷這麼多 不是很少 你有多少次經歷 我很少的 床下底的故事 我很少經歷 床下底的故事 被我們罵到飛起 她經常發瘋 都是小男人 所以我覺得 最好是十年以內 那些範圍 但要事業有成 這個任務的女生 都需要事業有成 你不可以 因為女生而事業有成 但事業有成的定義很廣泛 好看你怎樣包裝 你剛才的包裝是挺好的 所以現在就立即 我有上進三起 是的 一間公司 很多不同公司 就會找我 我就會告訴她 你們要拍什麼 然後在那裡完 千萬不要再說其他 不會多了 銀行戶口 多少個零 告訴你 平時每單作多少錢 不說 不需要 你知道她說 你以前蝕過多少錢 最高峰的時候 我現在蝕了這麼多錢 以前 她都知道 你相信有你這個能力 你是賺得回來 你因為曾經蝕過 是不一定的 以前 以前 怎會不一定 賺錢是真的多一點 那你現在將整個節目 我要重新拍過 你初時又說賺不到錢 現在又說不一定 賺不到錢的 原因是 那時候 你不會去有理財 但那時候對比起 沒有人戲 真的有一個距離 賺錢的 range 你拉回雲 那件事 沒錯 我拉回雲 可能那個月去到四萬五萬 但是你打工是不會有的 甚至我現在都沒有這個數 但是 以前是真的很容易的 很容易有這個數 但是可能 第二個月 你沒有工作就沒有 就這樣說 你約一些女生給她認識 不要再找粉絲 我有介紹過一個給她 多謝你 成熟的 多謝你 我有介紹過一個成熟的給她 多謝你 大家差不多 富的 我打算 應該他得著 大家富富就得正 兩個就會 你叫他看這條片 產生這個正能量 我已經有說 你們兩個都幾合 他把這些東西放上台說 我都沒有辦法 我都沒有說是誰 你自己 你只是介紹過一個給我 但為什麼不喜歡 又有經驗 又要這樣說 又有經歷 又跟你差多年多 又明白你做什麼 又可能在事業上幫到你 這個是一個完美的組合 人家不夠美 等一下 我要跟你說 那個女生還沒有處理自己的感情 她這樣介紹給我 你自己的東西不要拿出來 你自己都沒有處理好自己的內部情緒 去一下感情 我起碼感情我還沒有處理完 那你們一起去 好 那我們現在有請他來 喂 Hello 很久不見了 男人來的 不要說 一定是要女生 直接來 今天我們每一集 我們都想要一個 最後的一個問題 就是叫做 平行時空 當你十年前的你 即23歲 你幻想十年後的自己 會在做什麼 而這一刻的你和平行時空的你 有什麼不同 其實 如果我23歲沒有接觸YouTube 我應該現在是一個 在做一些IT 在寫Apps的一個打工仔 我猜是 因為我讀過科 你正常出來都是找那類型 但會是很好 還是 導師十年IT 都應該 都幾年 應該不錯 至少穩定 但有沒有我這十年的經驗 或者這十年的 滯愈 或者是很多 開心的事有很多 不開心的事都有很多 但我覺得 沒有那麼豐富 人生沒有那麼豐富 有沒有後悔過入行 有的 有的 有後悔過做YouTuber 有的 很矛盾 因為你覺得 IT的人生沒有那麼豐富 但你又後悔少少入行 做YouTuber 我有後悔做YouTuber 做得那麼沒有策略 我沒有後悔過我選了 我沒有後悔過選了這條路 但我有後悔過我怎樣走這條路 因為我覺得我走得比較不太成熟 我覺得如果你讓我再重新來過 或者現在 我要傳送回去十年前 我會懂得玩些 我會知道現實是怎樣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一個 很活體理想的一個人 我覺得出來 幫人就幫人拍攝 不用求財 可能這樣就拍一輩子了 但原來十年後 我現在告訴你 原來拍不到一輩子 原來會出事 原來世界變得這麼快 這些事全部都是 我經歷了我才知道 我十年前不會這樣想 好 祝你之後 愈來愈成功 儘快拍到一條劇情的影片 快點寫劇本就可以了 將來有機會找小弟 我會寫劇本 OK 我知道 有沒有劇本的班 作為一個新導演 千萬不要到處找劇本 你自己寫 好 我們先喝杯 多謝你今天 過來和我們吹水春 謝謝 下次會再約出來 謝謝 謝謝 如果有觀眾對的 就留言找我 幫你踏踏踏踏 下面有他的IG 大家發電話給他 不容易死 不容易死 謝謝